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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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害小龙 我们母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都没有错 错的人是我 你满意了吧 我满意什么呀 妈 你不要叫我妈 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情分可言 我今天就要给你做个了断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找我拼命了 来呀 你敢把这碗沙虫水给喝完 从今以后这个家就由你来做主 妈妈 你真是何苦呢 为什么每次遇到事情 你都要用这么偏激的方式来解决 你我都是嫁进一家的媳妇 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吗 不能 我跟你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 林雨林 你喝不喝 妈妈 不要喝 我没有必要跟你玩这种游戏 你怕死 你刚才那狠劲到哪儿去了 哼 没关系 你不敢喝是吧 只要你们母子俩在我眼皮子底下过日子 我就天天想花招 争死你们 妈妈 妈妈 想保护儿子 我看你就赶紧喝了它吧 否则的话 等我再想出什么新的花招 你们可就没那么容易过关了 喝 妈妈妈 不要喝 妈妈 你给我喝你 你给我喝 妈妈 我喝下去你 你喝了 你放到我妈妈 我看你往哪儿跑 什么声音 好像是厨房那边 闹贼呀 哎哎哎 老板娘 这半夜三厅的 你带着小喵去哪儿啊这是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 你有种就别跟我回来 妈 不要叫我妈 你不配 在我还没有踏出瑜伽大门之前 我还是瑜伽的媳妇 我叫你一声妈 是对你的尊重 少啰嗦 你有本事 你最好现在给我出去 别回来 你放心 我既然选择离开 就不会再回头了 哼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不要出尔反尔啊 我说到所到 绝不反悔 哼 在我离开之前 我想跟你说些心里话 什么话 我很遗憾 我们之间的关系 会因为鱼尾 变得像仇人一样 哼 这些日子 我一直很努力地 想做你的好媳妇 可是你却一再苦苦相逼 逼得我们母子 毫无容身之处 我知道 你是怕失去儿子 才会做出这些异常举动 可是为什么 你不能反过来想想 鱼尾也是为了 帮你找一个女儿 来孝顺你啊 哼 我没那个命 我无福相受 妈 不管过去 你如何对待我们母子 我都不敢埋怨 我只希望 从我走出这个大门 不再是瑜伽的媳妇之后 我们之间的恩怨 也就都过去了 你说够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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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转告玉尾 请她千万不要来找我 我不想再让她左右为难 老板娘 老板娘 妈妈 夫人 你为什么不说句话留住老板娘呢 是她要走的还要我留她 难道要我跪下来求她吗 关门 妈妈我好累啊 再忍耐一下 很快就到了 妈妈 我们要去哪里啊 你头上怎么冲那么多汗呢 你是不是很热 不 妈妈不热 妈妈就是跟你一样 累了 走 我们走啊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你吐血了 妈妈 你怎么不吐血 妈妈 你怎么不吐血 没事吧 妈妈 爹 小龙不哭啊 你没事吧 小龙不哭啊 你没事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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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不得死啊 妈妈你起来 你不得死 爸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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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爸爸 妈妈 怎么了 妈妈 说呀 你快说呀 妈妈死了 什么死了 到底怎么回事 快带我去 阿姨 老板娘是不是在后面忙呢 老板娘她 真是谢天谢地呀 你们俩可回来了 再不回来 这个家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怎么了 我们才走了一天 家里就出事了 妈 是不是玉莲出什么事了 就是你那个宝贝媳妇 她昨天晚上偷了我们一大笔钱 还准备带小龙离家出走 幸好及时被我发现 我阻止了她 她还说呀 她再也受不了 当我们瑜伽的媳妇了 还诅咒我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诶 于伟 老板 老板 不会吧 你对她们母子的态度已经转变了 她不会做这种事的 你不信啊 你不信你问阿姨 昨晚离开的时候她也在 她是我的人证 阿姨啊 阿姨 我问你 老板娘是不是真带着小龙走了 好 好像是 什么好像是你快告诉我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清楚 我在睡觉呢 就听见外面大碎东西 我跑出去看 看见老板娘带着小龙要出门 以前我夫人要拦住她 老板娘说了 她跨出这个门以后 就再也不是咱们瑜伽的人了 让你以后别再找她了 之后她就带着小龙走啊 不可能 她不会这么对我 她不会的 哎呦 儿子 你可要清醒点啊 玉莲趁着你不在的时候 做这种事啊 她肯定是有预谋的 我去找她 诶 语伟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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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别插了啊 让孩子自己去解决 啊 小龙 妈妈为什么会吐血 为什么会半夜三更 带着你离家出走 奶奶欺负妈妈 打她巴掌 还骂她不要脸 打她巴掌 奶奶为什么会打呢 不知道 妈妈被打了以后 就带我逃出来 然后就倒在地上 爸爸 妈妈会不会死 我好害怕 小龙别怕 妈妈不会死的 你看 妈妈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玉莲 想不到瑜伽的人 竟然逼你走上绝路 小龙 你在这关会待着 爸爸出去一下 嗯 嗯 玉莲 玉莲 快点跟我走 玉莲出事了 你说什么 玉莲出事了 她中毒了 人正在医院呢 中毒 走啊 走 妈妈 你醒了 你不会死了 妈妈怎么 妈妈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爸爸送你来的呀 是玉莲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本来打算 送你去爸爸家的 现在正好 妈妈 你要去哪里呀 妈妈该走了 妈妈 你不要丢下小龙 小龙跟你一起去 小龙 你听话 好好跟着爸爸 爷爷奶奶 还有大娘 都很疼你的 你跟着他们 会过得很幸福 我不要 妈妈 你就带我走吧 晚一你又晕倒了 谁来照顾你呀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你了 妈妈 我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 妈妈 好 妈妈带你走 不过 你要答应妈妈一件事 什么事 以后 不管我们的日子 过得有多苦 你都不能去求别人 尤其是你爸爸 好 我答应你 小龙能吃苦 我不会去求爸爸的 妈妈 妈妈你慢点 鱼尾 这边 好 快点 好 施灵 鱼尾 我要离开你们了 也许这辈子 我再也没有机会见你们 可是不管我走到哪儿 我都会祝福你们 他们人呢 施灵 他们人呢 丑面还是温的 还没走远 快 好 追 走 妈妈 你病得很重 我们还是回去吧 妈妈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你已经没有力气了 万一 你又晕倒了 谁来救我们呢 谁来救我们呢 妈妈已经好了 走 我们继续走 不好 我不走了 我要回爸爸家 小龙 你愿意回爸爸家 你愿意回爸爸家 只要我不跟你住在一起 那个坏奶奶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小龙 妈妈 于叔叔是好人 比我够有力气保护你 你回去找他 跟他在一起吧 妈妈 妈妈 妈妈没用 你来替我找一下 妈妈 他们不喜欢我 只要我不跟你在一起 他们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猫 莫 莫